我四个孩子前面是两个女儿 一个当然是很听话 然后第二个就是完全他有他自己的意见 所以我也自己也得要知道做爸爸的怎么来教 我神学院的时候 然后正好有一个新约的教授 他也是真的是在练身体的很壮 而且他很坦诚 他就告诉我们 然后他就说他自己的女儿 他就刚刚他的女儿也是十几岁 所以他就告诉他 他说这个男孩子只有一件事情 他就想把他的手或者进入你的三角裤里面 他就讲得很直 然后他也告诉我们 他说他就告诉他女儿这样子 然后也绝对不要 这一个到自己 他们两个自己到一个地方 没有别人门关起来 或者是可以躺下来的 所以他就告诉女儿 所以我就回来 正好就我就告诉我的女儿 这是我的神学院的教授讲的 而且我就照着这个神学院教授讲 他说你们女孩子出去 一定要假想你的两个大腿里面 要夹着一个dime 而且整个晚上都不可以让他掉下来 他们就讲 那个女儿就讲 Yuck 他说你怎么要一直讲这样子 我说我要爸爸也是男生 他讲的是对的 然后你也问你妈妈 我们在交往的时候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我后来当你讲了 当我讲了这样子 这么露骨的这种事情以后 我就每一次我的孩子 我就提醒他就说 不要让那个dime掉下来 我就讲这样子而已 然后他们就孩子就说 爸我们知道 我说好 知道就好 因为我的女儿 他们也后来在大学里面 你真的没有办法管 我们除了祷告 可是如果你没有讲 孩子就会认为 It's okay 我们给他讲 而且我们自己也提醒他